我們來討論一下 就是說一個N次長系數長永方程 它的解法或是解的過程 我們如何把它給簡化 我們知道說一個N次長系數長永方程 我們可以把它弄成N個一次的永方程 就是說把分解成D減掉R1 然後D減掉R2 然後D減掉Rn 這是對Y的微分 這是等F的T 那我就把這個看成了也是一個函數 然後就給它積分 給它積分的話 然後逐次積分 逐次積分的話我們就得到這個公式 這Y的話是等於這個公式 所以事實上的話 我們解這個N次長永方程的話 只要對這個給它積分就可以了 但是你直接給它積分的話很麻煩 雖然在思想上比較單純 但是做法很麻煩 那做法很麻煩的話呢 我們現在通常我們要怎麼做 我們是這樣做的 就是說 我們知道這個積分 是N次積分的話 會有那個什麼呢 N個積分常數 那N個積分常數的話 它的解 相當於什麼呢 相當於你這個東西等於0 這個東西等於0的話 這個東西等於0的話 就是這個東西 我們積分器要有個常數 那個常數相當於0DT 那0DT的話就等於一個常數 所以的話等於什麼呢 等於說 你要求那個騎士解 就這個等於0 騎士解的話等於什麼 等於是你做這個積分 Y好 等於多少呢 1的R1T 他在給它積分 1的負 R1-R T DT 然後... 最後的話 這代理0 0 1的2 乎RM T T 所以這個等於0的話 然後做這個積分 做這個積分的話 我們發現 這個積分計算的話 等於多少呢 比如說兩個好了 就兩個的話 我把它減化好 舉個例子 就第一的兩次方 他減掉R1 這個如果看了是兩次的話 D減掉R2 就是說一個兩次的 D比方減掉都差 這是A1 這個D 加都差A0 Y 等於0的話 然後 假設可以因式分解成這個樣子的話 那等於0 那在這積分就等於多少呢 他的結 Y就等到 這是其次結 就等於1的R1T 然後積分 1的多少呢 5的R1-R2 這是DT 阿乘以0呢 阿乘以0呢 這個積分常數的話 就是我們叫做希爾 阿乘以後 就靠到這裡來 靠到這裡來的話 這個就等於多少呢 這一積分的話 等於是那個 等於是那個 E R1 T 阿乘以0 C 阿乘以0 這個給他積分的話 就變成是 負的R1-R2 文字1 那1的呢 負的 R1-R2 T 阿再加另外一個積分常數 這個叫希爾 那這個叫希爾 好 這樣的話 這R1的話 把它給沈進來的話 這跟它相乘的話 R1就消掉了 那這個 可以把它看另外一個常數 就變成C2' 那1的多少呢 1的這個消掉了 1的R 1的R2T 那這多少 加這個東西 沈進來變成C1 C1 1的R1T 所以我們發現的話 它奇事解 就是這個形式 奇事解的話 就是形式 所以我們就得到一個結論 得到什麼結論呢 這個結論是說 如果 這個N次的 那個長期數 N方式的話 它奇事解 就會變成這個等於1 然後你就給它積分GN次 GN次的話 有N個常數 那這樣呢 它的那個結 就是說 這個可以把它寫成 像這樣子 D 減掉R2 這R1-R2的話 是這個多向式的N根 D 減掉RN Y等於0 你給它積分 這個代理 結果呢 你得到的Y的話 會等到 C1 1的R1T 加C2 1的R2T 加CN 1的R2T 1的R2T 加CN 加CN 1的R2T 幾乎完以後呢 就是什麼呢 就是這種形式 通常的話 我們可以怎麼做 我們求其事解 這個東西我們可以怎麼做 我們就 可以把什麼呢 我們就可以用這樣令 令這個通常 令的Y 等於1的RT 然後的話 代進 代進 這個原來的方程式 代進去以後的話 我們就得到什麼呢 得到一個多向式 這多向式的話 就多少呢 就是說 這個是等於那個 這個VR次的話 這個VR次的話 真的是R的N次方 選擇 VN換一次 就變成AnR的N元一次 然後一直加 加到 A1R 加上A0 這等於0 本來還有什麼呢 它要成了 R乘以1的RT等於0 這個因為它不等於0 所以R要滿足這個多項式 這個多項式等於0 等於0 直接把D換成R 就把D看的是位置數 解出來 解這個多項式解出來R 可能等於R1 總共N個根 R等於RN 然後這樣做出來以後 我把N個根求出來以後 代入內這種東西 然後就得到它的奇事節 奇事節求出來以後 本來我們這代入去的話 這本來是不定季婚 不定季婚以後自然就會有N個的常數 然後自然裡面的奇事節就包括在裡面 那我們現在的話 就是為了簡化它的話 我奇事節我另外算 把奇事節算出來以後的話 那我現在計這個分的話 我就把那個常數通通丟掉 把常數通通丟掉以後 但是積分還是很麻煩 所以我們就有個做法 我們是什麼做法 也就是說 我們就將一些什麼呢 將一些什麼呢 就直接來找特解 這個基本函數 比如說什麼呢 比如說這是密函數 比如說MT 比如說是T的N次方 那T的N次方的話 我們就把它放進去記 那記住了 我們看看它的形式是什麼樣的形式 好 比如說我們發現 你們要這樣記 用那個分布基溫把它全部記出來 記出來以後 我們發現 它的形式 是這樣的形式 就是這個Y 它的形式 是這樣的形式 Y 把它經文記出來 記出來 記出來的話 形式是這樣的形式 A就到什麼 我叫做AN好了 T的N次方 加上AN-1 T的N-1次方 這樣子 然後A1 T 它加上A 它形式是這樣的 其實你這樣慢慢記出來的話 這個都是可以決定的 因為你是做定積分嘛 就長數通常把它給丟掉 長數丟掉的話 你記出來自然就會有這個長數 但這個長數的話 沒有辦法記下來 為什麼沒有辦法記下來 因為你不同的什麼呢 不同的這個次方的話 它就有不同的長數 但是我們已經知道它的形式 那知道它的形式以後的話 我們現在決定 這些長數的話 我們怎麼決定 我就把這個 函數形式 我給它帶回去 帶回去以後的話 那因為這個是假設TN 就是說 我現在就把這個東西帶回去 然後帶回去的話 給它微分 那微分以後的話 那我現在就對一係數 因為這個V出來的話 這邊一定什麼呢 一定是某個東西 然後T的N次方 加什麼東西 T的N-1次方 一直加 裡面有A AN-1 然後A1 A給這樣子 然後這個長數 那T的N次方 加一個長數 等於那個T的N次方 那我對一係數 那這個東西 係數就等於1 如果這裡是1的話 那這個係數等於0 這等於0 等於0 然後這裡面的話 會有這些東西 然後就開始解 解一解以後 就可以把這個東西解出來 那這樣會比較方便 這比你把它給什麼呢 把它用機 或者把它全部機出來的話 方便很多 那又比如說 比如說 比如說的話 如果MT的話 它比如說 舉個例子 比如說是1的多少呢 1的那個AT 或是3T好了 然後我們代音器一樣 積分 但是我們發現 它積出來以後的話 它的Y 它基本上也是這種形式 1的呢 3T這種形式 那 那你如果純粹用機分的話 A當然可以知道了 但是的話 我們現在 知道它的形式以後 我們可以用微分的方法 把它決定好這個A 怎麼做 我就把這個東西 把它帶回去 帶回去以後 給它微分 微出來以後 然後對應係數 就可以把這個A 給找出來 就是這個樣子 好 那我現在舉個例子 不過我先用說明了 那這些的話 我們底下的例子 都會詳細的講 比如說我現在有個什麼 有個那個 這個 二次微分方程 剪掉 3Y一次微分方程 加2Y 等於多少呢 等於這個是 2T的38 加上多少呢 或是我先講這個好了 比如說是2T的38 好 那我現在求它的特解 那它特解的話 我知道它的Y的函數形式 一定是這樣子 A A 這是 A3 T的38 加A2 T的平方 加A1 T 加上 A0 那你說 你怎麼知道它的函數形式 這個樣子 是因為咧 我們 把這個東西 就T的三次方 把它帶進去 帶進去 帶進去以後 積分 積完以後 得到是這個函數形式 當然你次方不一樣的話 這個係數不一樣 這裡如果有係數的話 這個係數不一樣 我知道它的函數形式 只是說 這個係數的話 你直接積分是可以知道的 但是的話 你如果用積分的話很麻煩 那我就記住了這個函數形式 那我就用微分的方法 把它帶進去積 積完以後 我對應係數 就可以把這個係數把它找出來 那我們的話 把它帶進去以後 帶進去以後 做一做 我們發現 這個等於多長 那兩邊對應係數 我們發現這個等於多長 這算是 P的三次方 所以A3是1 加2分之9 T0 加2分之21T 加4分之45 那這樣特解就找到了 如果它 它的一般解 如果還要找它一般解 YS 那它的一般解 就是Q2 這就是奇事解 奇事解就是 令這個等於0的時候 叫解 令這個等於0的解的話 這個奇事解的話 這等於0 那這等於0的話 我就令什麼呢 我就令 我現在找那個奇事解 令這Y的話 是等於多少 E的多少呢 RT 彈進去 彈進去的話 就找到那個特徵方程 就給它兩次微分 這兩次微分 就是R平方 1的RT 減掉 這兩次微分 3R 1的RT 再加多少呢 2 1的RT 等於0 那就是 就是R平方 減掉3R 加2 這等於0 有時候的話 我們可以直接這樣寫 就是說 D的 平方 減掉3D 加2 Y等於0 這直接就把它看成是特徵方程 就直接把它看成是特徵方程 就直接把它看成是特徵方程 加2 加2 等於0 好 那這樣解出來的話 這個可以交到像什麼 R-1 R-2 這就相當於這裡的什麼呢 這裡的D-1 D-2 等於0 然後就得到它的根 R等於1 或者是R等於2 這個的話 就什麼呢 就是把這R等1 2 帶進去 所以就得到 Y 相當於0 相當於C1 1的T R1是1 加上C2 1的2T 事實上 其實這種東西的話 可以直接由這個積分積到 但是因為什麼呢 因為積分比較麻煩 所以我們就用這種 這種 記入它的函數形式 然後再把它帶入圓文方程 然後得到我們要的這個係數 得到我們要的這個係數 得到我們要的這種函數形式 這是它的方法 好 那另外的話就是說 再舉個例子 譬如說 所以它的一般解 一般解就是奇事解 就是C1 1的多少呢 1的RT R的話現在是1 因為它的那個 它的R等於1 或者是2 加多少呢 加C2 1的T 2T 2T 再加7 再加這個特殊解 特殊解就是這個 把這帶進來這樣子 另外的例子就是說 比如說這個例子 譬如說這個例子 好那我想著它的解它的特殊 它的函數形式 是這種函數形式 當然我必須先知道它的函數形式 那你如何知道它 你如何能夠預先知道它的函數形式 就是你要帶這個 帶這個 帶這個去把它積分積一次 積分積一次以後 你曉得它的函數形式以後 那你以後解這類的 微方成的話 你就用微分的方法 就把這個函數形式帶進去 帶回去以後 然後再找它的係數 這樣是比較方便的 就是說這樣會比較 我們說簡化 不然你不簡化的話 要直接積分 就什麼都有了 齊次解也有了 特解也有了 通通有了 但是積分不好積 好 那現在的話就是這樣子 然後你就把它帶進去 帶進去以後的話 你就可以找到什麼 找到這個A 這個比較簡單 我們帶在看 我把它帶進去以後 微兩次 那微兩次以後 這個是等到 等於是 9A 9A 這個是9A 那減掉多少 帶進去 微一次嘛 有個3掉下來 3A 那加多少呢 加2 這多少 這1的呢 這應該是2A吧 2A 2A 這有個3 所以33得9 這也是9A 這2A 那1的呢 3T 這1 這個等於1 1的3T 所以我就得到什麼呢 得到 這消掉 得到 得到 得到多少 得到這個是 1的呢 3T 那也就是說2A 是等於到什麼 是等於那個1 所以A的話是等於2分之1 1 1的話 這等於2分之1 也就是說A的話 是等於多少 2分之1 也就是說這個解的話 是等於多少 這個解的話 就等於2分之1多少 2分之1多少 2分之1A 2分之1A 2分之1A等於3T 不過我這裡的題目 是假設這是2T 是這個 我講1上的話是 2A的3T 那如果2A的3T的話 那這樣的話 這裡就 這裡的話 這裡就 就變2分之1 我就假設 它是 A1的3T 然後帶進來 再加A兩次就是9A 這A是有3跑出來 減掉9A 那這是2 2A 加2A 然後1的呢 3T 它題目給的就是這個 2的話 1的3T 這個就消掉了 所以A的話 2A就等於2 那A就等於1 所以它的特解 就等於1的3T 3T次跑了 那這個是不是比較方便 比你什麼 比你把這個東西 把它帶進去 要積兩次分 用這兩次要積兩次分 兩次分得到的結果 要方便多了 好 那現在換句說 如果這FT的話 是有兩下的話 比如說 比如說我們現在解這個方程 減掉3Y 然後加2Y 如果現在是有兩下 2T的三次方 加上多少 這是2T三次方 加2E的3T 好 那我現在的話 就要分成Y1跟Y2 現在的話 我就把它分成兩個方程 就Y1 兩平 加上3Y1 加2Y1 這個是等於2T的三次方 這只有一項 那我單獨一項的 我求它的特解 然後另外的話 是Y2 減掉3Y2 1 加2Y1 2 這2 然後求它的特解 用剛剛的方法 求它的特解 這樣的話 我可以直接把它加起來 直接加起來的話 就是全部的特解 就是Y 我現在按Y 等於Y1加Y2 因為它是線性的 所以我們把它直接加起來 就等於把它加起來 兩次微微 就得到Y 兩次微微 減掉3Y一次微微 加上2Y 一次微微 等於多少 把它加起來 這2T三次方 加上2 1 3T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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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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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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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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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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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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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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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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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莫雜的作法 比如說我們可以把t的n次方跟1的ax 把它乘起來 它特解的函數型是什麼樣子的話 你還是要把它帶回去 帶回去以後得到它的函數形式的樣子 然後細數給它未定 細數給它未定的話 然後再帶回原來的溫方程 然後再給它對應細數 求它的這個函數和它的細數 那這個就是它的簡化的過程 等一下我們舉一些例子